第20直飞降落莫斯科机场对我国战略运输意味着什么 三军仪仗队的现身为何让俄国网友感叹 红色旗帜又回来了 每年的5月9号都是俄罗斯联邦等国家 非纪念二战结束而设立的胜利日 自1995年以来 每年的这一天莫斯科红场上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但是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原定于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也被延期到6月24号举行 之前俄罗斯方面透露已邀请19个国家参与 不过并未公布具体国家 这也让人好奇 中国会像之前2015年那样派出三军仪仗队参加阅兵吗 红色旗帜是否会再度飘扬在莫斯科红场上空 据央视网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受俄罗斯方面的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仪仗队总共105名军人 称在运20已经于6月13号直飞动欧抵达莫斯科的国际机场 不过俄罗斯的疫情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所以飞抵莫斯科的我军三军仪仗队人员 均佩戴口罩手套和护目镜 严格遵守机场入关程序以及接受核酸检测 在训练期间 队员们还需要每天体检和防疫检测 并保持与外界不接触来确保阅兵的顺利进行 简简单单的一则新闻却释放出重大的信号 一是运载三军仪仗队的运20大型战略运输机 力破远程投诉能力不足的质疑 今年以来运20开始大秀实力 不仅在国内执行 还接连飞出国门执行任务 对外展现了其强大的战略投诉能力 特别是此次直接飞到欧洲边缘的莫斯科 也让外界对我国远程投诉能力的质疑不攻自破 从运20在今年多次执行海外任务可以看出 运20已经日趋成熟 一支具备全球战略投诉能力的中国空军正在形成 接下来仍需多多走出国门交流和历练 而且随着运20产能的不断增加 也必将会代替目前仍是空军运输主力 伊尔76等外国大型运输机 届时我国在运输机领域的完全国产化将成为现实 除了运20这一好消息之外 中国派出三军仪仗队参加俄罗斯胜利日阅兵 也彰显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友谊 特别是当前世界局势愈发不稳定的情况下 更需要相互支持度过难关 更令人欣慰的是 得知中国军队将参加胜利日阅兵后 不少俄罗斯网友也表示 属于胜利的红色旗帜仍在游行队伍中飘扬着 还有网友对中俄的友谊表示美好的祝愿 欢迎带着和平而来的人将会受到应有的款待 带着利剑的人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